大家早上蒙恩 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一生都不可避免的就是试探了 许多信徒因为一生在试探中进进出出 所以他们的良心常常受谴责 而无法享受神以赐给他的一切福分 例如说,一个常受金钱试探的人 他是无法能知足常乐 也常因少有而感到缺乏 因多有而更贪心 或者虚荣也是一种很普遍的试探 虚荣的人没有真正的自己 他与人在一起总是要戴着面具了 那虽然我们信徒不能避免试探 但是主给我们忍受试探的能力 叫我们不因着我们的私欲而落入心理罪恶和行为上的犯罪了 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各位,试探是必须要忍受的 而神在此也应许有赏赐与冠冕 那么我们要如何忍受时常在我们眼前的试探呢? 其实我们要能忍受眼前试探 一定要对付是我们属肉的眼睛了 很多人都说眼睛是叫人犯罪 但是其实这肉身的眼睛里面有一个心中的眼睛 有些人心中的眼睛总是看见神的帮助与供应 他在简单的生活中也看见神的供应 在不可爱的人当中也看见神的怜悯 在危难当中且看见神的帮助 但有的人的眼睛是继续要索取、要多得 他是带着自己不够好、不够成功、不够漂亮、不够富裕等等的心眼 来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 一直受试探了 所以人心中的眼睛是人落入试探与活在满足的关键里 若我们没有借着主的道来照亮这心中的眼睛 我们总是会看错,结果就落入试探了 在此,我们的心要看见撒旦 他是时常提供世界的享乐 要满足我们的心过于神自己 若我们看对了 我们便在那时刻侍奉神的话语而转离试探 不接受试探所提供的享乐 而我们的私欲也就无法怀胎了 这就是我们要对付数落的眼睛 也就是忍受试探的功夫了 但是很多人在受试探时 心里会觉得神好像没有保护 或者心里受控告 那时候,在神在与人面前就更加无地自容 一直更加无力了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 神清楚地应许我们说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的确,试探是人所都会受的 但是神应许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 使我们能忍受得住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会遭遇饥 缺乏不如意的事 或是与不可爱的人相处 但神一定给我们出路 使我们不放罪 当我们确信神的应许 信靠主的带领 那条路一定会出现的 神能够在我们的心灵扶持我们 也能在实际的情况帮助我们 所以找寻这条出路 而如此稳受试探的人 是有福了 神必应许他们生命的冠冕 这样的人不受肆于牵引 诱惑 反倒能看见 从中光之父而来的赏赐 这是在雅各书 十七和十八节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权备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中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各位 何谓从中光之父而来的赏赐和恩赐呢? 这经文说到从上头来的 换句话说 不是属地的 比如说工作是属地的 但若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工 那就带有天上的成分与意义 且是神赐给予我们的赏赐了 但是若我们只有追寻地上所能得取的一切 无论是健康、学问、工作、家庭等等 我们很快会发现心里的空虚 且更加不明白神所给予的赏赐 但是若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享用与管理这一切 我们就开始会认识神所赐的赏赐 都是美善与全备的 哪怕是逆境或失联当中 也会看见神的帮助 因此能够忍受试探不跌倒 那从中光之父降下来 就是神的同在了 神的同在是显明在天地万有的光 也显明在人的心中 使人能看见神 且活在神的慈爱、圣洁、丰盛与喜乐里 这里也说到在神里头是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我们都知道人活在地上的一个最真实的苦难 就是一切现在看为好的都会改变 例如现在的健康 以后会有病痛 孩子现在乖巧 长大后又不听劝等等 所以让我们不要被这个环境、情况 或是感受给予我们的黑暗 而将自己交给试探 也不要因为暂时感到缺乏、寂寞、困苦 而为自己找借口 相反的我们要走到光中 只要我们继续确认主的作为 和倚靠主的帮助 我们的心灵的眼睛 便逐渐会看见 重光之父所发出的光芒了 然后下来神说 祂是用真道生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万物中初熟的果子 各位 神接着真道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有新生命 这是神赐给我们罪名上 与完备的赏赐了 因为只有新生命 才能够看见重光之父 享受神的赏赐 所以当重生的人 继续受到真道的教导 查亮我们心灵的眼睛 我们才不落入私欲中 因为心灵的眼睛明亮的人 是无法活在肉体的满足 乃渴望听见神的真道 时常得享祂的赏赐了 所以今日 世界在怎么改变 人在怎么改变 环境在怎么改变 甚至疫情在怎么有多少的变化 让我们接着真道 查亮自己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能忍受眼前的试探 并得享从神而来的各样 美善的恩赐 与全辈的赏赐 然后靠着主恩典 尽心尽力 做好管家 将钱财 时间 关系 恩赐等等 都管理好 且多为主所用 这样才能够在主面前 做诚实无过的人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